恩典36 3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 神的恩典里面 我们分享到约瑟 约瑟的人生 它是一个面对问题 而且去解决问题的人 他不是坐在那里观望 好像昨天和你分享到说 同样是面对到饥荒 但是雅各这个做爸爸的人 他就会去打听 哪里有解决的方法 而他的孩子们 我想让这个爸爸们非常伤心 他的孩子们只是坐在那里观望 而且彼此观望 说那怎么办 要不要你去呢 要不要你去 求主施恩 态度决定我们的高度 态度决定上帝可以用我多少 求主施恩 让我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去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而不是坐在那里说 我有什么办法呢 你也正在面对一些 生命当中的困境嘛 祝福你 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到说 雅各 雅各在把他的这些孩子们拆出去 说你们去埃及去 为我去找粮食的时候 他把最小的儿子留下来 把变亚米留下来 为什么呢 他说 但约瑟的兄弟变亚米 这个最小的儿子 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 为什么 因为雅各说 恐怕他遭害 遭谁的害 不让他哥哥们一起去 恐怕他遭害 遭哥哥们的害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多伤心的父亲 讲这段话的时候 我想约瑟对这个雅各 对约瑟当年出去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心中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甚至是一个惊叹号 他就在想 是不是哥哥们害了他 哇 这是多伤心的一件事情 一个做爸爸的人 不敢把弟弟交给哥哥们带出去 恐怕这个弟弟又遭害了 都是我的儿子耶 都是我的儿子 但是我却怕他们兄弟戏强到一个地步 哥哥们会害弟弟 我想最伤心的莫过于做爸爸做妈妈的 如果我的孩子们 我都不敢 他们都在一起 怕他们彼此会伤害对方 这是什么样的家庭 这是什么样的兄弟 父母亲会有多大的伤心 但是相对的 我相信 两个儿子在伤心的同时 心中也在想 没有办法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当年他不就是这样跟他的哥哥两个人斗法 一路斗过来的吗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给我的孩子们什么样的榜样 我给我孩子们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甚至我给孩子们一个什么样的属灵遗传呢 我也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 我是有孩子的人 我想我们很多的好朋友 你也有孩子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给我们孩子们一个好的榜样 好的属灵的环境 好的属灵遗传 不要让我的孩子们在我身上看到的是坏的榜样 以至于有一天 他有一些不好的行为的时候 我也无话何说 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给孩子好的属灵榜样